这里是杭州淳安县的千岛湖 其本质上是淳安西安江水库 从1957年开始的西安水电站移民 共转移走近29万的居民 他们曾经生活的房屋 永远淹没在了千岛湖清净的湖水中 其中还包括始于汉唐年间的湿城 鹤城 所以千岛湖水下是有古城的 只是湖水最深一百多米 让水下探险之旅成为几乎不可能的事 千岛湖内具有一定规模大小的岛屿 共1078个 是世界三大千岛湖之一 也是中国大江大湖优质水源之手 我们不生产水 我们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 搬的一部分水就是千岛湖的水 不管是清晨还是傍晚 湖边总会看到在钓鱼的局面 很多还是老两口 另外夏天的时候千岛湖的水一直都是温的 早晚都可以下去游泳 一点都不会觉得冷 一位阿姨说 半夜都有出去游泳 据说这里常见水温都有二十几 放完就在湖边或者钓鱼 或者泡在水里游泳 县城里的生命就是这么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Rovo